华子鱼学名瓦士亚罗鱼是一种淡水鱼 在北方的很多河流中都能够看到 每年的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 在内蒙古达里湖的华子鱼 都会回游到上游的淡水河的河道当中产卵 这是因为达里湖的盐碱度高 但是湖内天然饵料丰富 同时没有其他的竞争鱼类 有利于华子鱼的生存 因此华子鱼逐渐适应了达里湖的盐碱度 但是高盐碱度不利于鱼卵的孵化 因此每道繁殖器 它们就会逆流而上进行产卵 在达里湖上游的贡格尔河河道中 成群的华子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鱼群层层叠叠叠逆流而上 为了减少阻力 它们会组团出发 遇到阻碍的地方 华子鱼还会越出水面 跳跃高度最多能达到半米左右 在河道寻找适宜的环境产卵 回游里程最长达60公里 华子鱼的回游之路 不但漫长而且艰辛 达里湖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 对于迁徙来的候鸟体力严重消耗 成群结队的华子鱼 成了它们最好的营养补给 因此 华子鱼在回游的时候 还需要提防卢瓷 欧类等候鸟 为了保障华子鱼回游更顺利 当地采取了多种措施 比如扩宽挖深河道 扩大华子鱼回游的道路 还会在河中放入草根树根 为华子鱼产卵增加附着物 提高鱼卵的成活率 华子鱼回游和鱼卵孵化 受温度影响很大 此前由于气候变暖 蒸发量过大等原因 达里湖湖域面积逐年萎缩 湖水严减化严重 华子鱼的数量就越来越少 为了促进渔业资源恢复 近些年当地自然保护区 和渔场的工作人员 采取措施辅助华子鱼增值 这些天 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渔场的工作人员 守护在达里湖上游的河道旁 开展管护工作 华子鱼的鱼卵 一般附在水草上孵化 为了提高孵化率 工作人员在河道中扎下木桩 铺设羊胡子草把 杂成的人工产房 为华子鱼产卵 营造舒适的环境 具有柔韧 现在内腐烂比较柔软 在水里有很好的米散性 所以说非常适合 做我们这个人工鱼钞 一千多口 主要在沙里河和这个 公哥河两个河段进行铺设 然后铺设 主要在这个河的水流比较平稳 鱼比较集中的地方铺设 草把上的鱼卵 附着到一定数量后 工作人员就会把草把 从水中捞出 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草把转移到 鱼苗繁育基地的鱼池和车间 进行孵化 而孵化的过程 也要满足很多条件 传鱼卵是有点年轻的 还要使那个 就是黄土泥 把这个鱼卵突然下年 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伏阿桶梁 现在伏阿桶梁 就是每天必须换水 水里容量充足 然后要保证这个鱼卵 在这个水里 一直处于翻腾状态 不是静止状态 这样是最后的 一个复杂寒净 温度基本上15度以上 有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鱼苗能发炎 然后再有三天左右 它就能复化出苗了 在鱼池中 孵化的小鱼苗 将通过河道 回到达里湖 据了解 滑子鱼鱼卵 在河道里 自然孵化的成活率 大概只有10%左右 而经过现在的人工增值技术 成活率提高到了70%以上 每年通过人工产房孵化的 滑子鱼鱼苗 可达到1亿为以上 谢谢大家